各位數乘法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叫各位數乘法 所謂乘法 就是把前面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讓它重複幾次 後面2乘1 就是把2這個數字重複一次 2乘1就把寫一次2 答案就是2 2乘2就是前面這個數字2 讓它重複幾次 重複兩次 2寫一次 再寫一次 寫第一次是2 再把第二次再寫上去 2加2 所以2乘2就等於4 2乘3就是2這個數字 重複三次 你看那兩個方塊重複三次 第一次是2 重複第二次的時候就是2 再加這兩個2加2等於4 第三次再重複第三次的時候 就是把剛剛這個4個再加這兩個 4加2等於6 所以23等於6 3乘2就是前面這個3 讓它重複兩次 大家可以看到3個方塊 大家可以看到3個方塊 第一次3 再重複第二個 再加3個方塊3加3等於6 所以答案是6 4乘2就是4這個數字 4個方塊 讓它重複兩次 第一次41的4 第二次42的8 答案是8 5乘3 5 這個數字12345 讓它重複三次 51015 答案是15 6乘3就是6 重複三次 61的6 622 6318 7乘4 71的7 724 723 217 428 答案是28 8乘5 8這個數字 8這個數字 然後重複5次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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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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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各位数的乘法 基本上就是第一个数字重复出现第二个数字的次数 基本的算法在了解的时候就是用加法 一个一个慢慢加 可是在真正实际计算的时候 这个加法是不太实际的 就是会很慢 所以要用99乘法 这个99乘法表记熟 以上就是各位数的乘法